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tatic 简单的说是静态的 中文我们叫静态的 但静态的实际上这个词语是没什么 没把那个含义指出来 它的本质就是非实力的 或者说内的 就是它不属于某一个实力的 而是属于整个内的 这个呢就是叫做static 所以它可以修饰一个内 它也可以修饰一个成员 也就是修饰自断或者是这个方法 这是static 第二个呢是file 简单的说呢是最终的 它的准确含义呢是不可变的 不可变的 不可改变的 那么它可以修饰内 它也可以修饰成员 它还可以修饰局部变量 所谓局部变量呢就是指的是我们的一个方法里头的变量或者是参数 还有一个是abstatic 是抽象的 抽象的呢 我们也可以简单的说的就是不可实力化的 不可实力化的 那它也可以修饰一个内 它也可以修饰一个成员 修饰成员呢 主要是修饰这个抽象的方法 主要是修饰方法 因为变量 它不可能是抽象的 变量本身就是实实在在的 所以它这个 那么这几个呢 是我们要学的这三个 那我们下面呢有一些细节再看一看 那么static呢 它是内的 而不是属于呢 如果是static 字段呢 它就不属于任何一个实力 不属于任何一个实力 但这个呢 它是存在整个内的内层 公用空间区域 而不是每一个实力 比如说我们说姓名 比如说person这个类 姓名和年龄是每一个实力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姓名和年龄 但是static呢 它不一样 它是属于整个内的 不属于某一个人的 就这个意思 所以呢 它可以通过类名来直接访问 但是加法里面为了方便起见呢 它也可以通过实力对象 因为实力对象 具体的一个实力 它也是属于这个内的 所以两种访问的方法的访问结果呢 是相同的 所以也就是说 即使我们写成某个对象点 那么它实际上还是是内名 也就是说它编译器 它实际上翻译成了 是一个static调用 所以要注意 所以即使我们写的时候 要注意它实际的调用呢 还是调用这个 所以类似的 我们比如说system.in或system.out 那这两个呢 就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是系统的 一个static的一个字段 我们直接用内面就可以访问 那比如说person 我们定一个static的长整数 就是total number 它不属于某一个人 不属于不像姓名后年龄是某个人 它是属于整个人类的 整个人这一类的 在这里呢 所以它与具体的某一个人无关 所以我们可以写成person这个类名点total number或p 就是假定有一个实例 假定p是person的实例 可以这样写 但是呢 它翻译呢 都翻译成person.total number 所以要注意 另外一方面呢 因为它跟某一个实例有关 所以呢 它可以用来表示全局变量 比如说我们c加c语言里头 那你这个全局变量呢 我们只要写到类的外头就行了 但是加吧 所有的变量就不能写到类的外头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写到类里面 用一个static 它实际上在一定上 它已经跟那个实例有对象无关了 所以呢 它实际上是表示全局变量 另外一个是static方法 这个我们称为静态方法 简单的说呢 静态方法呢 它也是一样的 它不属于某一个实例的 某一个实例的 那么一方面呢 这个static呢 它是放到整个类里头的 不是每一个实例的 另一方面呢 我们在用的时候也是用类名点或者对象点都可以 那么要注意的是static方法呢 不能访问实例变量 也就是在一个static修饰的这个方法里头 你就不能用this或者super 这个道理很简单 因为this和super是具体的某一个实例的 而static呢 它是属于整个类的 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呢 static和this呢 是天然的一对矛盾 天然的不兼容 不共存 就是因为static属于类的 而this呢 是属于这一个实例的 当前这个实例的 所以它也可以用 比如说我们前面举到一个mess.random 还有 比如说整数 这个integer有一个passint 它都是static方法 也或者叫类方法 就不是实例方法 另外还有一个语句叫import static import static呢 它实际上是我们import的一种更强的一种写法 也就是说假设有一个类 当然前提是这个类呢 它所有的成员都是static的 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类都引用过来 都给import过来 那么import过来以后呢 我们就不用写system.out.什么呢 我们直接写out.print line 那它就会从那个里面去找 从这些类里面去找 所以呢 这实际上是一个简单的写法 它在gdk1.5以后才可以用 我们下面再看看file file呢 实际上是 被 如果是修饰一个类 在类前面加一个file 它实际上说明这个类呢 是不能够被继承 也就是说它不可能有子类了 那把一个类生命file呢 就表明了这个类不能有子类 它就可以做一些 我们java在编译的时候就可以做一些优化 因为它知道 这个类不会被 跟extense 那么它的方法也不会被override 所以它就可以做一些优化 那么file的方法呢 指明的是这个修饰的这个方法呢 是不能被子类所override 所以修饰类 修饰方法都不能被继承 或者被override 那么file呢 还可以修饰变量 修饰字段呢 和局部变量 那么简单的说呢 修饰字段以后 局部变量以后呢 它都是所谓的最终的 那什么最终的呢 就是一旦被给定 就不能够被更改 或者我们就说是只读的 就是只能够一次值 够完以后也不能修改 那这种呢 这种变量呢 这种我们就 比如说 我们可以把性别 人里面的性别 规定为file 用file修饰 因为它不会改变 当然现在呢 我们人因为太复杂了 这个性别也可以改变 我们假设不改变的话 也可以用file修饰 那一个字段呢 如果又被static 又被file修饰呢 那其实呢 这种它是可以表示常量的 为什么表示常量呢 因为file它表示不变嘛 另外呢 它有static 它有跟对象有关 所以它是表示常量 在加上里面呢 这个const呢 它是作为保留的关键字 但是它没有用 所以很奇怪的 就是保留了 但是又没有用 实际上我们比如说 integral这里面的max value 最大整数 它实际上呢 就是一个static file的这样一个整数 再比如说mass.pi 数学里面的pi 圆周率 它实际上呢 就是也是这样一个static file的一个常量 另外关于负值 那么负值 如果是staticfile的这种字 你不给你处置值的话 它默认进行处置化 也就是0或者force 引用类型就是now 如果是file的普通的file字段 没有static 没有static 那么就必须 而且只能复一只值 不能缺审 因为它不是static的 所以它没有帮它复制 你必须显示了负值 那么这个负值呢 有两种地方 一个是在定义这个变量的时候 我就负值 还有一种呢 在每一个构造函数中进行负值 那如果是局部变量file的局部变量呢 那也是只能复一只值 但file呢 它是准确的来说呢 它是一个止读的 那也就是不可变的 所以它跟常量还不太一样 但是我们可以理解成呢 就是read only 简单的说 只读的 还有一个是抽象的 那么抽象呢 如果是修饰一个类 就是抽象类 所谓抽象类呢 它是不能够被实力化 那么抽象类既然不能被实力化 那它有什么用呢 它主要的用途呢 就是更高度的抽象 比如说我们把所有的车辆 轮船 然后飞机等等 都抽象成一个抽象的交通工具 那你就 握一颗 那你就不能溜一个握一颗 因为这是一个抽象的东西 你不能实力化 当然不能实力化呢 并不意味着 这个类就没有用了 它是因为它是个更高的抽象 只不过呢 它不能被溜 不能用溜来实力化而已 那么还有呢 如果要刷的修饰一个方法呢 就是抽象方法 这个抽象方法呢 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说 它有方法名 但是没有方法体 这个方法体呢 用一个分号 而不是发括号 什么什么语句 那么直接用个分号 这个呢就是抽象方法 要注意的是呢 一个抽象类里面 可以包含抽象方法 比如说我们刚才的交通工具 那你交通工具里面呢 它有抽象的方法 比如说是 够 运行 或者是 移动 木 那这个方法具体怎么移动 它是个抽象的 我们并不实现它 所以抽象类里面 可以包含抽象方法 一旦一个类里面 包含了一个抽象方法 那么这个类呢 就必须是抽象的类 这个道理很简单 你这个方法都没实现 你这个类你怎么能实力化呢 对吧 它不是具体的 那抽象方法呢 在类里面 它要被override 被实现 否则的话 这个类呢 仍然要用abstract 在来修饰 因为它还是抽象的